南京人民默哀一分鐘 警報聲響徹傳承 中國星期二舉行了第九屆國家公祭儀式 悼念南京大屠殺中的30萬遇難者 儘管冬天寒冷 但仍然有數千人參加在中國東部江西省南京市舉行的儀式 他們將白花別在空前以表示哀悼之情 群眾面前中國國旗降半旗致哀10點01分 警報開始響起城市陷入停頓 市中心的司機停下來並按喇叭 而行人亦停下來默哀一分鐘以紀念遇難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在儀式上支持 蔡奇說舉辦此次活動是為了緬懷南京大屠殺 遇難者和革命烈士 免為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獻出的生命的民族英雄 彰顯中國人民堅定不移走向和平和發展道路的崇高志向 以及中國人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的堅定立場 而式上85名青少年宣讀和平宣言 6名公民代表敲響和平中 象徵和平希望的白鴿 被放飛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廣場上空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日軍於1937年12月13日佔領這座城市後 在6個星期內 他們殺害了超過30萬名中國平民 和守務串鐵的士兵 這是二戰中最野蠻的事件之一 2014年 中國最高立法機關 將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國家公祭日 今年大屠殺的幸存者有7人去世 登記的幸存者總數減少至54人 其餘幸存者的平均年齡超過92歲 1944年 2044年 市民有20大層不足 我們今後都買不到 2053年 公祭一年 嚴重